高雄市長韓國瑜努力拼市政 卻不斷遭到抹黑 名嘴痛批 黑韓無所不用其極 揭露更多手法 韓國瑜一直希望 能夠在南部建一個 大的國際機場 而且最近有藝典的董事長 就建議他說 其實彌陀之前一直在講 彌陀這邊是也可以考慮建機場 民進黨在六小福 邱俊憲這些都跳出來講 他第一個邱俊憲講說 他在議會質詢的時候 聽韓國瑜講講完之後 越想越不對勁 然後高雄乾脆寫了一篇臉書 彌陀要蓋大機場韓市長回應了 韓粉網軍果然出動了 人家根本什麼都還沒說 你自己先講人家網軍出動 然後噼哩啪他寫一堆 反正意思就是 在彌陀蓋國際機場 是根本不可行的一件事情 他說韓國瑜瞎拋彌陀建機場 他皆與中國密謀的賣台計畫 連這種東西都講出來了 綠營炮紅彌陀蓋機場瞎到爆 還有特定媒體助政 但名嘴揭露 這個構想陳菊時代就有了 你們自己的以前也推過 我跟你講大家看到沒有 這是2016年12月12號的報導 這也不過才兩年多前 然後爭取南部國際機場 陳菊說會跟中央討論 連這一次跳在籍的高敏明議員 他提了什麼案 建議規劃南部國際機場 設置於高雄彌陀香海濱藏子 他自己提案連簽署 他們今天出來說韓國瑜市長的政策非常荒謬 我覺得他等於是在打臉誰 打臉前朝時代的陳菊市長 名嘴拿出2016年議員的提案資料 打臉綠營攻擊 另外綠營也想用天坑打擊韓國瑜 連確切的破洞位置都搞不清楚 外界酸言酸語 只想帶風向唱隨高雄 黑韓無所不在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 記者台北綜合